学霸想约静香周日区高景山闪花宫渡二人世界 完全不把正主大雄当回事 既然头上已然绿悠悠 大雄决定心动不如行动 要把二人的故事改写成三人的 火急火燎冲回家 可鱼儿机器人又跑去约会了 大雄只好自己动手 偷用备用口袋 可口袋没发现 倒是有个垃圾桶 但蓝胖子的东西绝非凡品 只是随手一掏 就收获两只主蜻蜓 再来掏几下 就是个道具大丰收 回到家的蓝胖子都心呆了 这年头小孩都学会显破烂了 而这些道具都是一次性用品 因为便宜嘛 既然废品用不成 大雄就想开口要备用口袋 可大雄是出了名的乱用道具 蓝胖子因此可没少知苦 这次说啥也不屑了 看着蓝胖子不帮自己开挂斗小三 大雄自知必败无疑 只能垃圾桶中捡漏 还真就有能用的竹蜻蜓 大雄想背着学霸带静香赏花 可静香又留下来看家 两层眉井怎能少了静香 大雄随手一掏 拿出分身锤 既然用他狠心敲静香 但静香可不想体验什么大锤八十 可当敲出褪色的分身后 也算解了燃眉之急 毕竟道具虽旧 还可以凑复用 这下就有人看家了 至于学霸 大雄选择闭口不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大雄两人刚上天 就开始了快乐转圈圈 在一次次激情撞击后 静香率先掌握了 二手道具的操作指南 那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 大雄试着放空自我 可惜转得更疯狂了 两人就这样跌跌撞撞 终于看到了高景山 两人找了一片悬崖落下 赏着美丽花海 修着惺惺空气 也有此凉成美景 那必须要有一顿小烧烤 大雄从垃圾桶中 拿出美食桌布 要靠这张破桌布 可以静香一个 管宝的丰盛下午茶 既然白嫖 大雄就要点个够 顿时桌布布满美食 可大雄刚下口 拉面中就出现了甜点 静香的三明治就更夸张了 就是饺子馅 就连果冻都是咖喱味 一场自助餐还没开始 就已结束 虽然这场约会有些小失败 但大雄的心意已打动了静香 两人带上竹蜻亭 决定踏上回家之旅 可竹蜻亭彻底失控 带着两人坠入深山 深山中本就有猛兽出没 更何况现在天色戒暗 但大雄手中至少还有个 道具垃圾桶 这次就拿出了任意门 本想去静香家 可大门一开 竟来了个原地穿越 想再次尝试 就直接变成了暴力拆除 这时远方传来狼叫 大雄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大雄大头阵 带着静香寻找出路 可大雄走路不看到 就玩起了自由落体 这一摔虽很疼 可他按着妹子的面 再苦再疼也要忍着 听出静香体寒 大雄掏出便装相机 静香生怕二手道具又坑人 决定让大雄当小白鼠 虽然两人未来注定是一对 可至少也不能现在干柴力火呀 大雄拿出时光包袱巾 当起了临时短裤 也不怕某处变成金针菇 再拿出方位磁石 只要说出想去的地方 方位磁石就会给出正确方向 磁石一同旋转 指出了静香家的方位 方位虽对 却没考虑地形 换成蒸汽火车头 想要它变成神星太宝 一口气跑到家 火车头一声长鸣 可惜只冒烟 直接淹没了两人 这时黑暗中的一束光 是蓝胖子带来的回家之光 为了给大雄教训 蓝胖子将大雄变小 扔到了荒野求生的盆景中 这里遍布各类猛兽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成为晚餐肉 经过这个教训 大雄会改掉乱用道具的习惯吗 这倒是一条神奇的丝巾 只要带着他说一句想喝龙井 老爸就送上高铁 去山里采摘茶叶 再来上一句望子成龙 学渣竟然奋笔疾疏 有人当学霸的梦想 这一切还要从一场 明知暗度的母亲节礼物说起 反正都是自己的娘 礼物糊弄下 也不至于不要自己这个娃吧 但小夫可不会错过 这种炫富的机会 他认为母亲节 是一场关乎母子双方的考验 打赢了自己就是掌中宝 打输了就成了垃圾桶里捡来的孩子 而他要用米其林三星煮熟的菜 打赢这场仗 哈 好家伙 这谁敢不把母亲节当回事 没想到大雄今天成了欧皇 回到家就捡到了个盲盒 这么漂亮的围巾 身险倒算谁的 大雄皮疙皮疙前去上购 显然一切命中了老妈的新疤 而老爸的玫瑰 更是命中了老妈全身上下随武的疤 随着蓝胖子回到家 围巾的秘密也浮出水面 这条围巾明明不一夜围巾 能够满足佩戴者的所有愿望 最主要的是 试用期间完全免费 不知道距离被偷走的蓝胖子 将盒子扔进了壁橱 而此时 窗里却有一只黑兔神秘出现 收到礼物的老妈心情倍儿爽 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净暖茶叶 只是随口说了句想说 老爸就出了门 老妈又是随口一句 望子朝楼 好家伙 学章显然打破了 学不过三分钟的大雄记录 大雄和老爸如此努力的样子 来碰碰的直当 只是两人在母体节突然开窍了 大雄拿着作业前去领赏 其了老妈在心里之余 画风一转 这些院中砸草自由生长 院子是干净了 大雄被炸干了 大雄被炸干了 让大雄好好休息 老妈的话现在就如同胜指 大雄也让普通的休息 大雄也让普通的休息 这次是plus 蓝胖子在注意到 老妈活上的围巾 老妈活上的围巾 蓝胖子从风如也 不仅盒子空风如也 还收到了爆炸消息 却让这是强买强买公司的权品呢 而这块围巾的售价 仅高达500万 仅高达500万 男胖子有4小时 男胖子火车装大雄下了对侧 雅了老妈又放出网站 其了老妈又放出网站 到男胖子去游戏 随着的经香跟炮虎 组成了音乐阉矛 这位母亲们高歌一曲 这位母亲们高歌一曲 仅然就遇到了蓝胖子 又去遇到了蓝胖子 听说要足够五百万十 听说要足够五百万十 大叔脸都不复杀 而这结果可能就会成为母亲的忌日 尊身的老妈放完一年继续 尊身的老妈放完一年继续 下午就冒出两只黑兔子 但他们非非来抓老妈的 而是来抓获这名 而是来抓获这名 因为此人是为了诈骗师 而兔子们是为了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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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专门前来处理强买强卖的 NZO先卖卖卖大雄 说好的一人一个节日 静香的北国雪节 小夫的恰恰舞节 胖虎的摇滚音乐节 可为何到了大雄这里 就变成了睡觉节呢 华丽丽的北国雪季 只存在于宣传册上 这让静香很是失落 因为老爸加班 说好的家庭旅行只能吹了 看到媳妇伤心的表情 大雄已经开始头疼 要怎么办了 快到家时 他突然瞧见一个奇怪的气球 再仔继一看 整条街都在举办铜锣烧祭典 人们吃的 穿的 玩的 全都是铜锣烧 都快整出花来了 就连爸妈都在摆摊卖特大铜锣烧 大雄的认知遭到了冲击 铜锣烧祭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接下来就有请蓝胖子揭开谜底 原来他是受了番茄节 奔牛节的启发 用祭典气球创造出来的节日 为了演示给大雄看 蓝胖子在卡片上写下来奔猫节 取消了铜锣烧祭之后 启动了机器 新的气球发射出来 人们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全身都系上了动猫棒 蓝胖子一声令下 无数苗星人已排山倒海之势 向人们冲来 大家纷纷为了逃离苗星人的魔爪 开始奔跑 连一项讨厌猫的老妈都成了猫奴 只有大雄 两条小腿跑不过四条腿的猫 被踩得神志不清 奔猫节终于结束了 大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都累得不行 大雄要来祭点气球 把镜香交到了空地上 然后把写着 北国血迹的卡片放进机器里 一道足以闪下 24K钛合金狗眼的光芒闪过 空地完完全全变成了冰雪的世界 镜香高兴的 恨不得立刻嫁给大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小伙伴们也加入了游玩大军 大雅家先是 一个个坐上了雪座的滑梯 到了出口后 又不约而同的 靠自己了牵手观音 可秀大雄这个脚屎棍在 最后成了多米诺骨牌 住在隔壁的神城先生 被吵得头都大了 可看到自家的城堡 瞬间就没烦恼了 在雪霸的提议下 大家开始做雪雕 小富座的头像 一看就是美颜过头了 胖虎给自己捏的胸肌 起码有D cup 小富吐槽像个大猩猩 结果自不必说 雪霸制作的比萨西塔 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镜香则是可爱惜的小兔子 蓝胖子呢 必须得是铜锣烧了 所以主角的大雄 当然要压轴了 可是这坨 一次老爸秘制小汉堡的东西 真的和蓝胖子 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镜香的心愿终于完成了 大雄打算趁热打铁 举办更多节日 还没想好 就被小富抢走了卡片 接着 大家都穿上了 骚里骚气的伴舞服 跟着小富一起跳起了 慢波舞 这就是所谓的 小富慢波舞节 胖虎也忍不住了 一眨眼的功夫 大家换上了应援服 出现在舞台上的 赫然是摇滚打扮的胖虎 大家想逃离胖虎摇滚节 却被胖虎的 硬波攻击震出内伤 啪都啪不动了 蓝胖子只好死马当火马一 把卡片全扔了出去 让大家去换节日 一个又一个的气球升起 除了学习节 典型节外 还有舞蹈节 乐习节等等 场面一片混乱 大雄负责继续捣乱 他在卡片上写下了大雄记 满怀期待的 等待着万千处爱 余生的节日到来 没想到空梯上居然躺满了 枕着零分试卷睡午觉的大雄 所谓的大雄记 让大雄终于认识到了 自己平时有多丢人 那么问题来了 谁模仿大雄模仿的最像呢 光天化日 大雄竟然又任一门 去看静香洗澡 蓝胖子还用体重优势挡住了门 但大雄来这里 只为了求一套女装 体验下当妹子的感觉 要不是蓝胖子提醒 大雄都快忘了 自己定下的 每天长跑的决心了 可上一秒才想起 下一秒就说怕累 蓝胖子忍不住 吐槽大雄 这孩子意志力太薄弱 神奇的是 这次大雄竟然听进去了 浪子回头筋不换 蓝胖子立马掏出了一块石头 大雄表示 你这是在逗我吗 蓝胖子正辩解着 忽然听到了老妈的抱怨 原来老爸总是嘴上说着戒酒 可还不到三天 就被抓了个现行 还美名其约 不喝大力 我全身难受 结果把老妈直接气走 这正是实验这块坚强石的好机会 蓝胖子让老爸 对着坚强石发誓 再也不喝酒了 然后将时间设定为十分钟 告诉老爸 这段时间你绝对喝不到酒 可老爸偏不信 不就一块破石头吗 说着就要挑战石头的底线 结果被石头追着 满屋子打 但老爸手中的酒杯 可拿得稳着呢 就算躲到桌子下面 菊花还在外面呢 本来只要倒掉酒就安全了 可老爸在喝酒和活命之间 选择了喝酒 终于熬过了十分钟 坚强石停了下来 老爸也守住了男人最后的尊严 坚强石就是这么狠 用不用就看大雄自己了 大雄一咬牙 对着坚强石发了誓 然后设定了一个小时 可天宫不作美 大雄立刻就反悔了 瞬间被坚强石千年杀 大雄只好跑出了门 眼看雨下得更大了 坚强石却不肯通融 大雄只能冲进了鱼里 这块坚强石 神奇之处就在于 开关是关不掉的 可怜的大雄才跑了五分钟 就开始吐舌头 扮演落水狗了 放慢速度走几步吧 坚强石上来就是当头一棒 石头不讲理 蓝胖子都看不下去了 想把它塞回口袋里 大雄以为蓝胖子成功了 可蓝胖子露出一个 迷之微笑后 直接扑街 坚强石赢了 大雄吓得撒腿就跑 终于阳光穿透了厚厚的乌云 雨停了 不管你信不信 大雄真的跑了一小时 反正陆木是信了 可大雄两人还没自我感动完 坚强石又来了 蓝胖子这一看 Oh my god 大雄这个大马哈 竟然设置的时间是一年 不知道熊熊 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大雄两腿一软掉进坑里 本以为这样就甩掉了坚强石 没想到坚强石 竟然装了定位导航 现在只能以暴制暴了 在大雄眼里 胖虎可比坚强石和矮太多了 得失了一切后 聚伤把胖虎上线了 坚强石一来 胖虎上去就是一棒 但坚强石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敌强则我强 自己要当那个英雄 然而大雄还没逃多远 胖虎就被KO了 见坚强石再次追来 蓝胖子逃出这一门 让大雄赶紧逃 大雄二话不说 就逃到了静香的浴室里 蓝胖子还很有眼力见的 堵住了门 静香竟然没生气 还送了大雄一套美美的女装 企图骗过坚强石 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小夫路见大雄一声吼 成功吸引到了坚强石 你们说小夫是故意的吗 大雄再也跑不动了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蓝胖子用时间报复金套住了他 一番搏斗后 在时光报复金里 过了一年的坚强石 终于停了下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意志千万不要太坚强 因为过强的意志 只会自己坑自己 小伙伴们敢用这个坚强石吗 全世界的时间都停止了 而此时只有大雄一人 可以自由活动 眼前炮古小夫即将坠河 命悬一线 大雄超开心的 静一脚一个八十 把蓝胖子当球踢 大雄运在上课时间摸鱼 无意中 披肩一只酒醉的蝴蝶 大喝一声就要去抓 给老师气得血压 蹭蹭往上升 被流淌了 还鬼化服 差点把老师气进医院 放学路上 看到媳妇 可媳妇超忙的 要上小提醒课 胖虎和小夫也忙着去抓虫子 还有善意的提醒大雄 该还书了 一听大雄说 书被老妈扔杂物肩去了 胖虎咬牙切齿的 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一回到家 老妈又让大雄去隔壁镇跑腿 大雄虽然数学不好 可算进时间来倒是挺准的 跑腿两小时 做作业四小时 还书三小时 然而大雄却一点也不着急 书包一愣 就开始睡大觉 眼睛一闭一睁 就去开时光机 打算回到十小时前 可大雄大意了 时光机拿去修理了 大雄可是蓝胖子口袋里的蛔虫 像爆菜明似的 说出了一大堆操纵时间的道具 可他们居然全部掉线了 看见大雄那不争气的样子 蓝胖子拿出了时光火把 火把一出 大雄亲眼看到了 像是湍急的河水一样流逝 从来都不会为谁 停止哪怕一秒的时间 身心遭受巨大冲击的大雄 这才浪子回头 蓝胖子健壮 拿出了取回浪费时间的压力泵 他就像打气筒一样 只要踩东踏板 就能把过去浪费的时间 装到气球里 大雄持出了吃奶的劲 才取回了十个小时 听到蓝胖子又开始说叫了 大雄二话不说 扭斗发门 让蓝胖子停止嗶嗶 果然全世界的时间都被停止了 大雄先从作业下手 每个字都认识 可组合在一起就看不懂了 大雄干脆又躺下了 差点又把取回的时间睡过去了 自己不会写 找学霸教自己的智商还没有吗 于是成功从学霸那儿学来了作业 接下来是回家找到小傅的书 翻着翻着大雄又飘了 看漫画看得乐而不可知 老半天才想起来 把书送到小傅家去 最后的任务是跑腿 若鸡体质的大雄 跑到公园就顶不住了 满天被定格的虫子 倒是很有吸引力 大雄本想手道起来 跟胖虎他们秀一波 可这也展示不了自己的实力 只好接着跑腿 终于把包裹送到了 隔壁镇阿姨的手上 这下所有的活都完成了 回旧的路上 大雄看到路人假蚁 一脸惊恐地看向桥下 胖虎这俩凶孩子 补爹补的即将把自己送走 虽然他俩老欺负大雄 大雄却没有见死不救 可蓝胖子也被定住了 而且时间也所剩无几 大雄一咬牙 从杂物间翻出了被单和绳索 然后一脚一个蓝胖子 踢到了河边 大雄把被单上端 拴在桥上放下去 又把蓝胖子 当固定下端绳子的工具人 自己拉住另一端 时间刚好在这一刻恢复流动 摔下来的胖虎和小夫 由于拉开的被单的缓冲 而得救了 大雄也会健一勇为 蓝胖子像个老父亲似的 别提有多欣慰了 小伙伴们依然过得很忙碌 但蓝胖子总觉得身上很疼 你们以为大雄以后会珍惜时间 那就大错特错了 既然有了这道具 就要多浪费时间 等到关键时刻再取回来用 虽然感觉大雄这是在强词夺理 但又感觉大雄说的好有道理 所以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